请注意,此片有点变态 强烈建议在狗头的保护下斟酌观看 女人的脖子拴着狗链双手被绑住 被迫躺在床上 她的面前站着一位医生 这位医生手拿一只管子 正在给床上的女人进行人工受惊 可怜的女人没有反抗的余地 操作完成后就会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抓回笼子 笼子里面关押的全是女人 这些倒霉的女人被沦为繁衍后代 何谓财阀提供资源的工具 刚刚的女人被无情地扔进了笼子 这么做的目的是等待她们怀孕 她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人工受惊 被当成牲畜一样不宫廷对待 一旦来到这里就相当于到达了人间恋狱 时常会半夜听到有人在惨叫 一个女人妊娠即将分娩痛苦万分 她的叫声吸引了旁边女人 然而却爱莫能助 工作人员和医生走了进来 他们早已见惯不惯 用娴熟的手法将孕妇翻转过来 男人按住孕妇 医生开始为其接生 经过9981层劫难 终于成功将婴儿接生出来 得知是个男孩 医生一脸嫌弃 母亲见到自己的孩子十分开心 下一秒 男人竟残忍地把她扔进桶里处理掉 即便母亲如何挣扎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去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们不需要男孩 只有女孩才能给他们带来价值 女人哭了一夜 隔壁的女人握住她的手 希望能给这位可怜的女人带来安慰 却不想厄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随着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到来 他们恳求希望能放过自己 而迎来的确是一阵惦记 接着把这个女人抓走进行人工受惊 为了离开这鬼地方她决定复仇 有天她装作妊娠即将分娩 引来了工作人员 当笼子打开后她瞬间将男人踹飞 再用对方的匕首狠刺了下去 男人答了 另一个工作人员闻声感慨 女人一招偷袭勒住对方的脖子 又搞定了一个 她把钥匙扔到笼子上后快速逃了出来 才发现根本不止这一个笼子 有的人被当场处决 而有些人已然成为奶妈 被沦为流水线一般 给那些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女人吓得大气不敢喘 她来到一间牢笼找到了自己的女人 无幸的是终究被发现 被无情地抓回了自己的笼子 刚刚得到钥匙的两人逃了出来 当这位医生进入房间后 瞬间被这两位疯狂的女人抓住 他们对其恨之入骨 嘎掉了医生的舌头 再将她拖进关押他们的笼子里 让她自生自灭 创建这个计划的老头到场视察工作 并没有发现两个女人逃了出来 故事的最后 老头利用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工厂 制成了拥有专利的护肤产品乳糖维他命 不仅抗衰老光滑皮肤减少皱纹还没副作用 该片大胆地讽刺了人类残忍对待动物 如果那些被实验的动物换成人类 可想而知是有多可怕